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对于新手四季朋友来说,最难的就是倒车 虽然现在大部分车辆都配有倒车影像和雷达 可是寡胜事故还是会经常发生 这是因为在倒车时有盲区的存在 那本期视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倒车时如何避害盲区,确保安全 倒车时需注意的盲区 一是车头 因为倒车时只要有一点弯道 车头行驶轨迹就要比车身占用的空间大 所以倒车观察车后方的同时 也不要忽略了对车头两侧的观察 第二个盲区是车身侧面的区域 这两个区域坐在车内视线是看不到的 在倒车时,打方向车轮会外摆 轨迹是弧线的 如果盲区内有低矮的障碍物 这使人就会寡算到车辆 现在通过我的视角 看靠近车身侧面的区域 现在是没有障碍物的 那我们下车再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10吨就是位于车身两侧的盲区内 我们坐在车内是看不到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3个盲区 是车身右侧 靠后的区域 这个位置距离驾驶员最远 因为视线被C柱折挡 观察比较困难 现在车尾设计的都是流线型 越是流线型 所以这个区域的盲区就越大 而且在车辆的车后方 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寡秤 说完这些盲区 接下来说一下安全倒车的方法 如果想倒车 在上车前 绕车看一看 周围是否有障碍物 躲在盲区里 无论是有倒车镜 还是前后雷达 都要亲自观察一下 最安全 特别是一些大型SUV车型 盲区更大 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 有的人开车 喜欢把座椅调成半躺式 这样的这个座椅呢 会影响这个前方的视野 在倒车时 看不到两侧的障碍物 我们应该把这个座椅升高 能看到隐形盖两侧 靠避角度不能太斜 倒车时 我们尽量不要回头 我们要通过后视镜 和倒车影像 视线不断的交替观察 这样的更容易 能兼顾车头的动态 如果长时间盯着一个目标看 车和行人都是动态的 可能下一秒 就会发生寡秤 在倒车时 车速一定要缓慢 防止突发情况 倒车车速不要高于每秒两米 这样可以给自己 留出更多的观察和操作余地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感觉对您有帮助 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